嗨,我是恩利 羊姬今年賽季令人失望 經歷8月的第一潮 基本上退出了季後賽卡位戰 這段時間我Podcast夥伴搶泥 貼了一堆反串酸羊姬的紋 我不是機迷也感受到了 這種難過又無奈的心情 失敗賽季的尾聲 幾乎形同垃圾的時間 現在除了關心幾名新秀的成長 相信機迷們最關注的焦點 就是王牌Gary Cole 有沒有機會拿下賽洋獎 今天影片就要來聊聊 Gary Cole 驚艷的表現 以及美聯賽洋爭奪戰 四逢獻的訴求一直是Gary Cole 最有效的武器 不但可以標迫三位數 微鏡也相當驚人 驚艷雖然球速略有退步 但控球更為精準 可以將他本來就威脅性十足的訴求 壓在右打者好球帶內角偏高的位置 打者更難準確的攻擊 雖然揮控率稍微下滑 進一步造成Code的三陣能力退化 但以解決打者這件事來說 效果更好了 不但降低艾鴻的頻率 也投出加盟陽機後最佳表現 那訴求的控球 有如此明顯的進步 原因是什麼? 其實今年Code的投球機制有調整過 根據Baseball Savant的資料 Code的出手點跟過往有些不同 比較高也比較外側 我們也參考了運動畫刊的分析 他們貼出今年跟去年投球姿勢的比較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同時 投球延展距離也比較少 投球延展距離 extension 是指投手出手點與投手板的距離 這幾年大聯盟的趨勢是不斷提升中 投球機制徹底延展開來 是提升投球威力的一種方式 也為出手點離本壘板更近 進一步壓縮打者判斷球路的時間 Code來到陽機後 大約都在6.6英尺左右 今年卻降到6.3英尺 更接近以前在海盜與太空人時期的數據 腳本原案母體認為 就是跨部稍微收斂了 所以雖然稍微犧牲了球速和球威 但控球更加穩定 這項調整的結果 四縫線訴求的平均擊球出速 被打擊率和被場打率 都有明顯的進步 甚至因為訴求效率提升 可以用非常簡單粗暴的投球策略對付打者 譬如6月15號對大都會的地鐵大戰 他整場投了95球 訴求加滑球就多達89球 說到訴求 大家應該還記得 當年大聯盟加強取締外部物質後 扣的轉速明顯下滑 後來降低訴求的使用頻率 然後盡可能投到低角度 用這兩種方式度過陣痛期 現在終於又找到方式重回巔峰 說到球威 近年隨著運動科學的進步 大聯盟投手的球速和變化球 刁鑽毀決的程度都大幅提升 運動畫刊訪問到美國體育醫學研究所的學者 他指出 現在這種投球動作精進 代表找到各種方式壓榨出全身的力量 雖然投手標出史上最速 但手肘和肩膀的負擔 也是史上最大 每年大聯盟各個隊在投手身上 投資超過15億美金 但去年球季 有49%的投手進過傷兵名單 25%要動手術 代表每年有將近5億美金 沒有轉換成場上產出 Gary Cole 是這幾年少數的異類 他在維持高品質球落的同時 依舊年年保持健康 過去幾年只有一兩次腿部緊繃抽筋 沒有進過傷兵名單 上次 Cole 進到傷兵名單 已經要追溯到2016年球季 當時他還身穿海盜球衣 2017年賽季開始算 Cole 是唯一先發登板超過200次的投手 總共投1250.2局 是聯盟最多 這幾年明星投手傷病平傳 像是Jacob DeGrant Justin Verlander 大谷祥平等等 Cole 如此健康穩定 更顯難得 相信今年基迷也是相當有感觸 在問題滿滿的輪值中 至少至少 還有一位能夠準時上場 穩定繳出好成績的王牌在 本季到目前為止 Cole 的成績是13勝 195次三陣 防禦率2.90 都在每年名列前茅 是公認的賽洋領跑者 不過Gary Cole 其實有一個小小隱憂 這隱憂就是他的搭檔 很多大投手都習慣有一名專屬捕手 比較有名的像是 Grey Maddox Justin Verlander Cole 也有這個習慣 以前 Gary Sanchez 才在正宗時 Cole 就被認為更偏愛跟凱爾東剛搭檔 雖然從來沒有公開證實 但2021年確實逐漸固定跟東剛搭配 有趣的是 過去兩年 Cole 似乎又另結新歡 更偏愛新同學 Jose Trevino 我們比對一下成績 去年Cole 搭配 Trevino 的時候 成績明顯更好 今年很少跟東剛搭配 樣本數偏少 不過搭檔時防禦率超過8 Gary Cole 還有一點 跟許多大投手前輩很像 他很有個性 脾氣很硬 甚至曾經因為來賓開球儀式 影響到他的投球時間 而在休息室生氣 所以有個專屬捕手 也不太令人意外了 不過Cole 的愛 Trevino 已經在7月底 因為首晚上是整季報銷 此後楊姬還是避免安排他跟東剛搭檔出賽 跟自家王牌搭檔的重任 就落在Ben Rovat身上 不過也時常能夠看到 兩人在換局間激烈溝通 換了捕手搭檔 會不會影響接下來Cole的表現 就值得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Gary Cole 是現在終生代代表性場頭 不過孫牙還沒有獲得賽洋獎加冕 孫牙最巔峰的2019年 敗給同樣拿下20順300K的隊友 Justin Verlander 2021年敗給Robbie Ray 再度屈居第二名 今年又有機會問頂賽洋獎 那奪獎可能性大不大 我們先來看看他的競爭對手 並說說我的想法 討論賽洋獎 我們還是要回歸傳統數據的比拼 雖然現在分析大多著重在進階數據 不過近年投票的趨勢 記者們還是偏好防禦率漂亮的投手 次要考量是吃橘數、三贈數 這類的累積貢獻 FIP World 這類進階數據只供參考 我們列出每年防禦率前10名的成績 Cole目前防禦率小幅領先Sony Gray 暫居防禦率王 Gray投球局數少了將近20局 累積三贈數也少很多 只要防禦率咬得近 就不會對Cole造成威脅 榜單上其他人 可以在累積局數和三贈數跟Cole抗衡的 只有Kevin Gaussman和Louis Castillo 我認為這兩人也是現在 唯一能威脅Cole的對手 Gaussman以極具引誘性的直插球文明 這幾年成績相當穩定 今年三贈功力更是冠絕美聯 但是下半季狀況不佳 寶宋跟iPhone的頻率都提升 下半季防禦率超過4 Louis Castillo也是能火球連發的投手 生涯早期以變速球文明 不過近年更以重速球和滑球的搭配 今年投球局數僅次於Cole 三贈能力差不多 防禦率稍差 傳統數據上Castillo像是稍微劣化版的Cole 甚至兩人下半季成績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寶宋頻率都減少 但哀轟頻率提升 整體來說賽程剩下不到一個月 累積數據的優勢很難逆轉 扣在防禦率佔優的情況下 還是賽洋獎的領跑者 未來三人的比拼 我認為在於穩定度 誰能在穩定吃局數的同時 把防禦率往下壓 誰就有機會報回年度投手大獎 最後提問時間 當然是美聯賽洋獎這題 今年美聯賽洋獎之尊 你認為誰最有機會拿下 又最希望誰獲獎 我就很矛盾 還是看好Cole拿下 但Castillo畢竟是前紅人王牌 也是我的愛 還是抱持一點希望 想看他逆轉拿下賽洋獎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幫我按下喜歡並訂閱頻道 也歡迎分享給身邊的球迷朋友 掰啦 記得訂閱 只會有多版國兩個 會被露了 Torpeed 最想機會